大家好,晚上九点了,这儿有一些上海的视频,让我真的挺生气的,相当的气愤,大家听听看看 他有床上的铺盖,背货,全都没有了,而且我家的钱也没有了,他把冰箱里的食物也全给我们扔了,扔了,撇了,啥都没给留 我一共留了将近六千块钱左右,现在找人谁不管,社区,找社区,社区不管,找物业不管,物业不管,找消杀,消杀不管,已经报警 幸福一家移动次大约七成一,我们这是密集回来的,我家有个确诊的,他们进来给我们消杀,现在我家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包括衣服,门口挂的衣服,沙发上的软包,床帘,还有床上的铺盖,背货,全都没有了,而且我家的钱也没有了 他把冰箱里的食物也全给我们扔了,扔了,撇了,啥都没给留 我一共留了将近六千块钱左右,现在找人谁不管,社区,找社区,社区不管,找物业不管,物业不管,找消杀,消杀不管,已经报警 这上海啊,住在上海的东北人,他们家被给他弄到方舱之后,钱丢了六千块钱,衣服啊,食品啊,窗帘啊,丢了好多东西 哎,这不是在中国哪有 你的各种权利,各种安全,各种保障,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啊 这就是土匪吧,你还能说什么 看看这个 哎,什么情况 哎,动手 来来来来 你干嘛 你干嘛 走 走 走 不要 吃谁先动手 来 空空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这是上海啊,一个 一个小女孩 要半夜把这小女孩带走 说她没做核酸之类的 然后有邻居来阻拦 警察就得打人抓人啊 哎呀 原来我们还觉得 是吧,原来觉得上海是很文明的地方 现在看来 说是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 最建国市面的 它只是 是天花板 没错 但实际上这个整个的房子就没盖在地面上 暗无天日的地狱 在地下室里边 在地印子里边 在地窖里边 在地窝子里边 是吧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没办法 没办法呀 哎呀 是吧 你就倒给我钱 我都不回中国 对不对 你北京一套房值一千万 给你一个亿 给你十个亿 是吧 上海的房也值这么多钱 是吧 谁回去 谁脑袋瓜子进水了